好 我们来看到 陈怡在今天记者会当中痛哭 还有陈糟姿 今天因为就是印尼 让那个票变废票之后 他就是在今天被停权两个月 以及春节坊29个庙 今天惊爆2月6号 惊爆2月6号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民进党告 这个有人名嘴乱讲话 就来造谣先三风暴 第一个说是有八位数的利诱 但是今天就告他要拿出证据来 以及陈糟姿停权两个月 第二个打陈怡有两个人 第三个苏起说两岸 所谓的常态只剩下5年 但是拜登今天倒是爱台湾 他说我爱台湾的珍奶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讲 今天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有关于立法院院长的选举之后 仍然余波荡漾 先是媒体人黄阳明 在2月3号说 有日云人士在立院龙头选前 对特定的栏尾开出八位数以上条件 那民进党2月5号就说 子虚无有 而且提告了黄阳明 求偿100万元 如果赢了就要捐作公益 洪生汉就说 有证据就公布到法院 否则你就要道歉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有两个内幕 第一个内幕是 你民进党必须要自清 因为这种耳语传非常多 还有媒体说有四个人会跑票 国民党四个人会跑票 但是大家就放消息嘛 所以你必须要自清 当然要提告 第二个藏进人造谣 到底背后谁放消息 当时就有人暗示说 我跟你讲了 陈超明 陈超明这次出来选 也不是代表国民党 是五党籍啊 但是陈超明 他在当天投票 早早就亮票了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另外一个争议呢 就是今天民众党 他们也是一大早就来开会 中平会针对陈超兹 对于立委的 这个立法院长的 投票的这个部分 今天举行对陈超兹 他投票 就是染到印尼 结果变废票的部分 11点决议 停止陈超兹的 中央委员职权 两个月 那陈超兹就说 克文哲相信他了 克文哲跟他讲说 如果你这个算第一次 我自己大概超过100次了 那克文哲被问到这个问题 没有多说 就说哎哟不要挤了 不要挤了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 陈宜的这个部分 陈宜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个事情发生的 就是非常的奇怪 因为呢 在他们住家的这么一个附近 你可以看到影片曝光了 他今天呢 现身是下午的两点半 他说呢 他没有认错人 他不认为那个嫌犯认错人 他从头到尾就针对我本人而来 讲真话的人要莫名其妙 承受暴力威胁 以后还有谁 敢出来说话呢 而且他的脸 跟他的耳朵都受伤了 他这个地方是在 长安东路二段 229号中轮 消防队前面 你看看 消防人员在那里 都敢这样子做 结果他被打 而且踢飞你知道吗 飞踢他鞋子都掉了 那现在呢 黄姓男子 有一个周南 带他过来 周南说 黄南说要找朋友 他没想到他去打人 可是黄南在现场 徘徊了大概一个小时 先是问可不可以合照 然后就突然打 可是这个事情很奇怪 放人放得很快 昨天晚上五点 大概傍晚就 五万块就交保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讲说 陈宜说 点过名的人都有可能了 那大家点过名的 实在蛮多的 陈宜曾经在1月25号 针对Toyz 不是说超哥的那个 日本料理的醋饭不好吃 结果被超哥打嘛 陈宜当时就说 可能下一个 就是被打的就是我 结果呢 他当时还在开玩笑 没想到一语成寸 他真的是被打